眼前这个女孩只是穿了一件非常好看的衣服 结果就被路边的混混给盯上 她强行的想要带美女去兜风 美女挽振了司机的邀请 气急败坏的司机竟然掏出手枪进行危险 本以为胜券在握 结果美女根本不惯着她 掏出包里面的小手枪当场送她归西 她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 眼前的美丽的女老师 私底下竟是维持治安的独行侠 女人名叫安娜 是一名人美心善的幼儿园老师 背地里却是一个十足的狠人 这一天安娜在开车下班的路上 险些压到了一只青蛙 为了表达歉意 安娜赶紧把青蛙捧在手心上 检查她有没有受伤 安娜善恶分明 对付坏人绝不手软 但是对一只无辜的青蛙 她都不会轻易的伤害 就在这时 一辆警车停载了安娜的车后 原来安娜这种私自在马路上停车的行为 触犯了交通法规 可在得知安娜是出于善良的原因 才会被迫停车时 警探迈克当即就产生了心动的感觉 再加上安娜美丽动人的容貌 还没有哪个男人能抵挡住这样的诱惑 于是迈克最终选择放安娜离开了 但很快她就借着职务之便 顺利找到了安娜就职的学校 在迈克热烈的追求下 女人很快便陷入了爱河 可就在这一天 邻居紧张兮兮的提醒安娜 以后上班不要穿得这么漂亮了 原来她听说 最近监狱里的人因为人数太多 提前释放了许多罪犯 其中有很多伤害过女性的罪犯 就被放回了他们的社区 面对邻居的好心提醒 安娜表面上虽然是一笑而过 但在背地里 安娜却一一的调查了 被释放囚犯的身份和所犯的罪名 这一天 安娜和迈克刚进行完情感交流 安娜就假装无意的询问起了 迈克对于被释放囚犯的看法 迈克的回答也令安娜十分认同 两人都觉得 虽然法律上可以给罪犯们 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事实上 很多罪犯在出来之后 因为各种原因 仍然会从操就业 果然就在几天之后 意外就发生了 这一天她来到了一家餐厅 没想到一进去 里面的人都已经遇害 而囚犯正在抢劫 更糟糕的是 这个劫犯看起来精神十分不正常 安娜的一番终于言辞 直接给抢劫犯听傻了 眼看着她已经把枪管塞进了嘴里 可突然她又犯了病 把枪管对准了安娜 安娜也不惯着她 一生送她归系 解决完了抢劫犯 安娜又帮餐厅无辜的受害者 盖上了白布 之后便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幼儿园 在哄完孩子们去吃别的午餐后 安娜长叹了一口气 可就在这时 一个名叫小妍的女孩突然走过来 小女孩说自己长大 想成为她这样的人 原来欣喜的小妍 竟然注意到了安娜群子的血迹 不过她向安娜保证 自己会帮助老师保守秘密 这边安娜刚应付完小妍 就发现一个曾多次犯事的变态 在和孩子们搭话 安娜赶紧上前用借口驱散了孩子们 而这也惹怒了这个男人 与此同时 警方也开始调查餐厅事件 究竟是谁出手干掉了劫匪 没多久就根据目击证人 搜集到了证词 画出了嫌疑人的肖像画 迈克只看了一眼 就觉得画上的人和安娜十分相似 但他不相信单纯的女友会干这种事 为了查清真相 迈克便匆匆的赶到了安娜家 而此时的安娜正在销毁 粘上血迹的衣服 在听到敲门声后 安娜赶紧把衣服丢进了垃圾桶 面对男友的质问 安娜显得非常淡定 净凭三言两语 就成功的洗脱了自己的嫌疑 反而让迈克非常担心她的安危 安娜一个弱女子 长得还这么好看 很有可能会被坏蛋给盯上 等到迈克走后 安娜便打电话给母亲 她把自己这么多天的经历 统统告诉了母亲 而母亲也对她惩恶扬善的行为 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 在挂断母亲的电话后 安娜最终下定了决心 要去亲自会回那一名 刻意接近孩子们的男人巴顿 而是到了第二天 安娜借着拜访邻居的名义 带着一些果茶和甜点 来到了巴顿家 并且她也不打算拐弯抹角 直接要求巴顿以后 不要再靠近幼儿园 但巴顿也不是个硬查 她竟然倒打一耙 指出安娜这样的威胁指控 属于违法行为 毕竟她现在什么也没做 她已经改邪归正了 安娜才不相信她的鬼话 但按于巴顿 现在并没有做出 违法乱计的事情 无奈安娜只能就此作罢 但巴顿明显 没有把安娜的警告当回事 她还是依旧回来 幼儿园附近遛狗 而就在几天之后 安娜还发现 学生小胖的脸被人打肿了 可小胖却坚持称 自己只是摔伤 为了调查真相 安娜便偷偷的在下课后 跟踪小胖来到了教室 刚走进教室就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就学生心气的女老师当即推门而入 就看到神父在逼迫学生做那种事 眼看神父还要为自己的畜生行为辩解 气得不打一处来的安娜 当场就给了她一枪 送她去了地狱 而安娜不知道的是 她这一边刚离开教堂 另一个变态巴顿就从暗处拥了出来 回到家后 安娜一直担心自己的身份会被发现 毕竟神父的死绝非小事 感到害怕了她 赶紧给自己的母亲打去了电话 但事实上 安娜的母亲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遇害了 而那一天对于安娜来说 简直是一生挥之不去的噩梦 本来年幼的安娜高高兴兴的 以花童的身份出席亲戚的婚礼 可就当母亲领着她出来拍照的时候 一车路过了杀人饭 却对着婚礼现场进行无差别的扫射 安娜就这样眼睁睁的 看着自己的家人一个个的重担倒地 她的母亲也在其中 最后只有安娜一个人侥幸的活了下来 从那之后 安娜都对罪犯们深恶痛绝 性情大变的她决定依靠自己的能力 为扫平罪恶出一份力 与此同时 警方接到了秘密举报者举报 但同时她收到了很多关于神父的举报 说很多的孩子已经遭她毒手 她就是一个混蛋 而最近死的两人都是穷凶极恶的罪人 并且用的都是同一把枪 很明显有人在偷偷地伸张正义 通过调查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安娜 无可奈何的迈克只好再次来找她 然而还没等她开口 安娜就打断了她 说自己前些日子去医院检查怀孕了 这样的惊喜让迈克整个人都乐开了花 她当即决定在几天后和安娜举办婚礼 前来调查的事也被抛到了脑后 毕竟很多人都不相信 安娜这般人美兴盛的女子 会做出杀人行凶的这种事情 谁知正当婚礼要开始的时候 意外还是发生了 刚准备登场的安娜突然发现 给自己做花童的学生小妍失踪了 这安娜再也顾不上婚礼 女人的直觉告诉她安娜一定是被隔壁的巴顿带走了 果不其然 当穿着婚纱的安娜冲进了巴顿的家里后 就发现了被五花大板的小妍 还没等安娜救出小妍 巴顿就举着武器从房间走了出来 紧接着趁其不备 一把抢走了安娜装着手枪的提包 又把她给绑了起来 而安娜呢也没有这么容易屈服 她一边假装和巴顿聊天 一边偷偷的解开了自己的绳结 随即她又偷偷的给小妍松了绑 然后起身和巴顿扭打在一起 小妍则趁乱跑了出去 可正当安娜准备拿回自己的手提包时 累大如牛的巴顿直接把包给抢走了 紧接着她从包里拿出了安娜打击最泛用的手枪 眼看巴顿就要扣下扳机 在这轻轻一发之时 察觉到了不对劲的迈克及时赶到 一枪结果了巴顿 原来她早就猜到了安娜的真实身份 只是一直没有揭发 而现在正好巴顿拿着安娜的枪留下了指纹 迈克就可以把一切的罪责都推到她的头上了 在一切都尘埃落定后 迈克和安娜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他们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而安娜仍旧坚持成了扬善 迈克则为她打之掩护 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办法维持正义 这次影片杀手女教师到此结束 记得点击订阅加小铃铛 我是冰糖 下期什么见 拜拜